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本身就是以藝術創作 可能有在做藝術教育 目前在大學園跟研究所這方面去做藝術的鋪陳 那這一次回來 就是藝蘭美術館做這樣的一個 策展的一個協助 真的是算是來幫忙的 來幫忙 因為畢竟策展並不是我的專業 不是我的專業 那再者性別這個議題 也不是我的專業研究的導向 所以真的是來這裡擋三角 就是以藝蘭在地的身份 用我的這個年代 這個世代的藝術家的狀態 來這邊跟大家討論 我們這次展覽的主題叫什麼 東於遠山進海 東於遠山進海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是出了一個想法 應該這樣講 我那時候開始開策展會議的時候 我PPT簡報全部都做好了 把我性別就是宜蘭 不是宜蘭 就是台灣的所有的性別展覽 跟東亞 就是所謂日本 就是近當代的這些性別展覽 相關的議題 全部拉出來講 講完以後呢 去分析他們的狀態 然後覺得說我們在地宜蘭 要為什麼狀態來做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 也是做了蠻多研究了 然後既然標題就這麼性別化 這個性別意識其實 並不是我所指望 可是標題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從策展策略來做動手腳 第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把藝術家當作女性 我們把它當作藝術家就好 把女性拔掉 不管你是男的或女的 拔掉 就是藝術家 我們藝術家看待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藝術家看待的話 我們就開始思考 我們這次策展的主題是什麼 主題是針對伊朗 我們是現級的美術館 我們跟那種國際級 或是國家級美術館的地位 跟它的特殊性本來就不一樣 如果從一個地方的特殊 然後去突顯的一個 這個地區性的差異性 那這個是全球化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突顯的地方的差異性 所以呢 把那些藝術家 我就設計 先設計說 問卷 先丟給藝術家 會說 你以前 小時候的記憶是什麼 別人問你是宜蘭的時候 你會說什麼 一大堆的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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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是宜蘭的 小時候在這邊長大 然後藝術家回答就很有趣 就是譬如說 騎腳踏車 駛黑手 不是吧 單手雨天氣 腳踏車 還要走開 是不是 所以我就在思考 就是說把他們的這個idea 先畫 重要的事情先畫下來 然後呢 把一些 就是 怎麼講 就是keywords 列了幾個可以選的 我們來選 選 後來大家討論 大家討論 就說用這三個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的目的 其實是會把這個界線給模糊掉 所以把女性的標籤拔掉 透過藝術家 自己講藝術家 自己的事情 那當然 我們必須說 當代藝術 他對女性其實已經沒有標籤 女性她不是一個 她不是一個窟窿或怎麼樣 她是可以自由的去選擇 要怎麼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我要策展來初衷 我要的就是模糊那個界線 那模糊界線它只是一個策略性的操作 策略性的操作 它只能層次性的去把當代的態度突顯出來 那這個是這一次展覽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就直接先講 楊玲老師的這個作品 那我想你們對她有認識吧 那你知道在演藝界也是有壓力的吧 那我想楊玲老師從演藝界 就是離開演藝界之後呢 開始投入繪畫的這樣的一個行列 繪畫這個行列 那楊玲老師我想她是用自畫像的方式 來跟她自己對話 那我覺得她的作品蠻有趣的地方是說 第一個全部都是自畫像 第二個呢她透過非常多的 複合媒材的操作 那我不知道你們對複合媒材這個 idea 了不了解 因為複合媒材基本上是說 在繪畫上面加了一些 different things 那最剛開始 從如果是複合媒材 真正在藝術界被記錄 應該是畢卡索跟她的搭檸 那個布列東的藝術 你們看藝術的故事裡面會有寫 那這種複合媒材的應用 其實她基本上是第一個跟生活比較接近 跟她自己跟她想要傳達的意念比較接近的時候 她就把它丟上去 這個對藝術家來講 尤其是古代的藝術家 進化的藝術家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冒險 我不是說楊玲老師 而是說在繪畫的歷史上 因為以前繪畫是什麼 為上帝歌頌 為神歌頌 所以當我們在這種 20世紀中之後 藝術家開始回歸自己 自身 回到自己 看自己 那我想楊玲老師其實也受到這樣的影響 那可能跟她學畫的歷程也是有關係的 來 這個是尤信山尤老師的作品 她這邊有五個畫作 有時候我看她的畫作比較像是一種 她是抽象的沒錯 可是我覺得她似乎有某種非具象 或是一點點具象的一個狀態 而且她的顏色有點Vintage 感覺是你鋪上一層復刻的一個濾鏡的感覺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那因為我在看抽象藝術的時候 抽象繪畫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色彩其實可能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本身我覺得 謝山老師她對於色彩的掌握 還有她一定的邏輯 然後的邏輯 那我想謝山老師她要處理的應該比較像是一個 她自身的美學表現的可能 而不是在做一個繪畫性的顛覆 或者是落影症 那妳知道 態度不一樣 意識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作品是非常完整的 有一個完善的表現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個區塊 這個是李偉老師 你們應該有聽她講過了吧 那她本身的創作是蠻多元的 那我們依然有一些建愛 也會有她的作品當公共藝術 那她本身有廣告繪畫雕塑 不同操作媒材來做操作 那我想她也是我們台灣有名的收藏家 她現在在經營六八的當代藝術空間 那她本身所收藏的作品其實非常多 非常多 台灣有一些大 蠻有名的一些一線的藝術家 李偉老師都有他們的藏品 那她的作品我想 比較是所謂的自身的嘗試 Experience 透過不同的媒材操作 包括壓克力的熱溶區 或者是那種 顏料性的波灑 比較自身性的探索性的創作 應該是這樣講 那她的創作其實邏輯跟信山老師是比較像 只是信山老師她就focus在平面 跟色彩的一些細部的細緻性的做操作 而李偉老師她是更多元的跨到不同的層次 跟不同的材料路線 這個都需要時間跟空間 我都覺得是蠻拼的 然後蠻拼的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盧彥宇老師的作品 那我想益彥宇老師她的狀態是 她的陶瓷的表現方式是 非常的柔順而靜美 柔順而靜美 跟我們一般的陶瓷比較不一樣 一般陶瓷我們人家粗粗 她都看柔柔漂亮 然後再者是她的作品 尺寸也不小 你想一想一般陶瓷是要進一個窯 窯是不是有限制 你知道嗎 那窯有限制 可以多大它又多大 所以她這個其實還有包括什麼 組裝 你知道嗎 組裝 我們一般陶瓷教室上說 要搭一個東西 去拿來小小拿去 沒有底圖 她這不是的 會比較快瘦起來 你知道嗎 一定要鎖起來吧 不然怎樣一推就倒了 台灣又有地震對不對 所以她是不是整個結構性 又做得非常好 她裡面是不是可能有鋼筋 都鎖在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做雕塑的時候 非常多要考慮到 除了作品的內容跟它的質感 包括這些自然物啊 神獸啊 神化性的液體性的 這樣的一些故事的話 還要考慮到說 會站起來知道嗎 這件事情 這個最雕塑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任允老師的作品 其實 我覺得它在某個方面 打破陶瓷的想像 陶瓷感覺是一個 function 譬如說它是一個可用的器皿 或者是說有實用性的狀態 可是因為老師的陶瓷 它有故事性 故事性 你看它的角色的選擇 是某種 有沒有像是那種攻擊劇 某些動畫裡面的那種 森林的神獸 或者是有那種民性的動物在群 不行或是行動的那種狀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的確樹立了這個我們陶瓷界的一個 算是一個新的可能性 新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它的產量也非常穩定 產量也非常穩定 也不斷的在全國 甚至世界各地的這個陶瓷的博覽會 都有發表 也獲得非常多大獎 我們這個是緋文 緋文藝術家今天有來 我們緋文藝術家今天有來 李緋文 非常謝謝緋文 緋文是 其實他是台北人 不只是台北人 然後只是嫁人我們宜人 那其實這一次選的作品 都是他2014年 有一點久 2014年的作品 可是呢 為什麼選2014年的作品 因為他剛一年被 那個白兔美術館有收藏 就這個系列其中有兩件作品 在白兔美術館收藏 白兔美術館是 那我先跟他講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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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每年都會來台灣 經營作品 就是 他們會來東亞 就是藝術家 掃獲 所以緋文老師 這系列的作品 有三件 現在在白兔美術館 所以我想說 把這三件call出來 那我先跟他講 他最近在台北也才剛結束一個個展 所以 也很忙 作品其實非常多元 那都是在繪畫 然後他在對於這種色彩性的操作 半具象跟非具象的繪畫 都有非常多的這個琢磨 那他這些作品 其實你如果沒人看過 所以不一定會看到人臉 我可以問老師 你是先畫 然後看到人臉才畫出來的 還是就先畫人臉才去弄顏色呢 有其實大部分是 像這一張又有很多大張 然後我想用一個 宇宙輪人 都像宇宙一個小心一點的 一個帶你去畫 所以這一張 有抽些從不上的 那個先 一句畫些什麼 再來做大張 那像其他有一些 就是比較隨性的 想要畫一個臉部的感覺 就變化給你去結構 然後做 還是藝術家講最準 有沒有藝術家講最準 那他的繪畫 其實有不斷的在轉化 從一個從外地來的 我們的宜蘭媳婦 出來這邊 然後繼續繪畫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去網路上 跟他google 你就會看到他近幾年 在宜蘭居住工作生活 種種各方面 他的繪畫 怎麼樣反映他的心境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個蔡米雲 我那時候看到他那作品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過宜蘭 而且是九年後的宜蘭 蔡米雲他是生在一個 雪碎通的那個年代 所以他看他的作品 因為他是畫水墨的 水墨知道嗎 你們在那裡畫過 水墨這種材質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材質 可是你看蔡米雲的構圖 他是有地平線 水墨裡面他那有地平線 沒有 而且他有某種透視的觀念 在他的作品裡面 有沒有 他是把一種就是西化的 西洋化的一種 對於空間的量感 是放在水墨裡面 這是第一點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第二件事情 他的物件的選擇 物件的選擇 水墨是說什麼 花鳥 什麼 梅菊 竹 是不是 那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梅蘭竹竹 對不對 那不是 他們什麼 三合院 有沒有 三合院 而且什麼 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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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然後呢 中疼 神道 龍 地標 有沒有 這種 路標 是屬於我們現代的生活 這個在水墨裡面會出現嗎 所以他就是有某種當代現在裡面 他就改變了那個水墨的傳統邏輯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蠻喜歡他的一些作品 是說 他在這個作品裡面 丟錯像是什麼 我們看到天際線 我們看到稻田 我們看到三合院 可是這種非常強勢進入的這種道路 高架橋 這個一看就是什麼 國舞嘛 這個在以前是嗎 沒有 就是說他的作品 的確在這樣的 我們依然是從學歲開通之後 他的城鄉發展 他的這種 應該是說高速公路高架橋的 進入到我們這麼純樸的生活的時候 他改變了非常多的地貌和生活方式 所以我在觀看蔡美宇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不管是在對於材料的操作 做一個新的解釋 而且對於我們宜蘭的居住在宜蘭的人 對於這種國舞會新的世界的這種新的秩序 我們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從他的畫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來 宇蘭也是做雕塑的 他本身是住在 平道以前是做一個 做一個木材的羅東人 羅東是以前是怎麼樣 太平山下來的木材 在羅東那邊做除木跟做加工 他們家以前就是做這個的 所以他本身的工作室就在羅東 他現在生活也在羅東 那他跟我說這幾件作品是因為我們宜蘭都會下雨 下雨的時候是那個 下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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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工作室譬如說 又搶水泥搶就會有時會滲水 他把他那種宜蘭的那種 漏洪用滲水的感覺 就真的把它畫在水泥上面 然後你看看後面這兩件作品 你們當中智慧手機這麼多 所以說那個智慧型手機不是一個全景拍攝嗎 從台灣搶到不會有喔 搶到不會好本來是土狗變大藏狗 你到底是什麼 你們知道還講什麼 有玩過的功能都有玩過嗎 他的作品就是怎麼樣 把智慧型手機拍失敗 用3D做出來 這個很當代喔 因為是從影像轉移到什麼 雕塑 是影像的失誤 變成一個成功的雕塑品 那這個也只有在我們這個世代才會出現 所以的確 施影的作品也是代表我們這個世代的藝術家 我們觀看這個世代科技所造成的錯誤 造成了某種玩笑性的操作 你知道嗎 可以吧 好 來我們這是兩小琴老師 它這是壓克力 原子筆 就是各種彩繪的路徑 然後呢 來 你這個顏色 還是說這個路徑的安排 有某種宇宙風 宇宙風我自己覺得啦 有這種那種 很像外星人在跟你聊天的感覺 那這一個我們展櫃也是專門為他設計 因為畫了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卷軸 那小琴老師他本身的作品量也蠻多的 那他跟你一位老師之間應該是說他們也蠻熟識 那我想他的作品基本上我可以看得出 如果要我去對味道藝術史的話 我覺得米蘿的作品跟他會有點像 米蘿知道嗎 米蘿吧 就是在某種符號性 某種幾何線條曲線 就是他作品你看不到風景 他不是風景 他不是這個世界既存在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是他創造的 你知道嗎 我們在畫畫的時候 我們會畫這個世界存在的東西叫模仿 叫擬像 叫借用 對不對 他不是 他都知道 他畫他自己心裡面想的東西 而這想的東西世界上不一定存在過 來我們看一下黃香智老師 香智老師他在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學生 那我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我去成都的美術館駐村過一次 那時候我有跟四川美院的老師們做一個交流 那四川美院其實他們那邊做這種 包括膠材 漆器 寫實 人物寫實 或者這種木雕這種比較是傳統式的操作 他們非常厲害 那我想黃老師在那邊也受到蠻大的影像 那他的作品都是以木雕 木雕作為操作的方式 然後他的木雕會跟動物跟小孩做結合 那當然某種卡曼形式 是或許是比較符合現代性的這種情況 因為現在你看 每次去看藝博就很多卡曼 很多超藝術對不對 對啊 那我本身其實不是卡曼的fans 我不是 可是這種藝術家在近期在作品裡面 這種傳統的操作裡面 自助卡曼的印象 其實就是一個時代性的反應 你知道嗎 可以吧 我想黃老師他本身在他做操作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一個操作性的可能 這個是陶子的這三間 這三間 是李雅雯李老師的作品 李雅雯老師 他其實也是台北人 可是他現在的工作室在三星 三星 我去過那邊幾次 工作室設計的非常 古色 應該不是說古色古香 非常有個性 應該這樣講 非常有個性 他跟他老公都是做陶瓷的 他們在日本 在上海 在台北 都有展覽 而且展覽的次數非常頻繁 那作品都賣得不錯 所以我這一次真的是 角球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來我們伊朗美術館展 拜託拜託李老師拜託拜託 他說有這三件太好了 三件拿來看 來 這三件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 你在這三件裡面可以看到人的臉 屈體跟臉 臉都有 也有臉 也有幸福 可是呢 這上面什麼 好多 立立刻刻有的帽 全部放在上面 像是裡面長出來的 還是風飄過 不小心卡到的 有點像是什麼 橡皮筋 還是什麼 絕對有的帽 這種隨心 或是什麼 香菇長出來 有沒有像是我們 每天的生活 一大堆有的 沒有的 那我覺得亞文老師 他把這種 我們生命那種細鎖的那種 滴滴滴滴滴滴 感覺他很像不存在 可是他又一直存在的這種 瑣碎的事情 在他的作品裡面 很完整的呈現 不用言語 他卻把這種 生活的角落的 各種事 心裡面的繁心事 順心事 腦袋裡面 無時無刻的訊息 跟意念 跟想法 都透過陶瓷這樣的方式呈現 他上面有裂縫 這個裂縫 就像我們身上 或是我們的臉上 突然長出一個小粉絲 他就是一直這麼存在著 那陶瓷這個東西 他是有時間性的 我說的時間性 是因為 他本身就是老東西 當你做出來的時候 他是不會壞掉 陶瓷除了地震會摔壞之外 他本身已經不會壞掉 因為他已經被燒過了 他就像石頭一樣 除了被風化或侵蝕之外 他就不會壞掉 這樣懂嗎 所以把一種片刻 經過燒汁的過程 變成永恆了 那我們看完 雅雯老師的作品 我們看一下我們 郭惠禪老師的作品 郭惠禪老師 其實是小偶人 小偶人 他們當時 開了火灌頭的房間 那惠禪老師 他小時候就在那邊長大 在那邊長大 那他的生活環境 影響到他的創作狀態 他自己是留學英國的 留學英國的 英國那個倫敦藝術學院 名字 而且是針對影像 影像 影像 攝影 這個方便 那你看看的作品 他都是 我這次選的作品 就是 他在宜蘭的創作的過程 他在宜蘭的創作的過程 所以意思是說什麼 他這邊的背景 都是我們宜蘭在地去拍攝的 然後呢 他是怎麼做呢 譬如說 來 這其實是瓷磚 我們宜蘭是不是 應該說不是只有宜蘭 台灣也是 70年代是馬賽克 90年代是丁掛磚 對不對 這個是有時間性的流行 然後呢 他就怎麼樣 他就把自己 站在這個 馬賽克磁磚的頭上 先撩下來 他去PS PS知道嗎 Photoshop Photoshop 把自己shark 跟那個磁磚 掰在一起 弄得很這樣子嘛 自己是 擬態啊 就是那個 不是有那個 變形機 西衣 變色龍 會把自己擬態 藏在那個環境裡面 有沒有 他用這種方式來做他的創作 他這些其實有點久遠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年代 他做這些都在家裡拍 就在他們家附近拍 包括這個瓷磚啊 這他們家做罐頭的 所以在他們家的工廠 罐頭的機器 這個儲藏各方面的一些過程 你要找到他呢 他都在裡面 都看得到他 甚至連那個鐵門也是 這個鐵門也是我們 我們宜蘭不利Local 他還穿藍白拖呢 也很Local 一隻HB 然後把自己PS 在那個鐵門裡面 那這種影像 影像的操作其實 在當代藝術是非常普遍而熱門的 熱門的 好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到最後面那一件作品 簡英如老師我們這個是裝置作品 其實我認識簡英如是我剛回來台灣 我在台東鐵到藝術村 當村長的時候 他就沒事跑來找我 我根本不認識他 可是就這樣變成朋友 他現在住在蘇澳 他現在住在蘇澳 房子買在蘇澳 然後開個民宿 然後他老公是藏族人 所以他那時候要跟他老公結婚的時候 就真的跑去喜馬拉雅山結婚 他就把他公結婚的過程 做成紀錄 以檔案跟圖像性的紀錄 在這個作品裡面呈現 那我這一次會選擇他 最主要是用裝置的形式 就是把空間 佈置成藝術家想要的樣子 那裝置藝術也是算是 二十世紀中後期慢慢出現的一個新的藝術型態 然後他不是畫 他也不是物件雕塑 而是空間就是一個佈置的過程 所以他就是以這種裝置的形式 來把他那時候在喜馬拉雅山的結婚的整個檔案的形式記錄下來 包括文字包括影像包括這個窗簾畫布裡面的照台 一些有的不的他都在裡面出現 用檔案線各種方式出現 甚至連紀錄片都有 那我邀請他來這邊 展覽最主要是第一個 因為藝術的形式多元嘛 想要用裝置的形式來擴展大家 對於當代藝術的可看性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什麼 跨國婚禮嗎 跨國婚禮這個在我們這種女性 或者是生而為人的這樣的藝術家的過程 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生命體驗 那藝術家怎麼樣把他的生命體驗 在這樣的藝術形式裡面做一個呈現 那這個也是他決定 他選擇的方式